在過年前財神爺報到了 高雄仁武區的一家彩券行 有男子花1000元買瓜瓜樂 就刮出了全台第一張 1200萬元的頭獎 而非常驚喜的是 其實他當時呢 是先挑選了幾張面額 500元跟2000元的款式 已經接連中了小獎 後來是請店內的員工 再幫忙挑選 而對方是第一天 才剛來學習的新人 他才剛上班兩個小時 就挑到了頭獎 而且這個獎呢 全台灣只有五張 消息傳開來 今天店家一開業 就擠滿了要沾喜氣的人潮 面炮生鎮天象 柴犬行喜氣洋洋 門口貼紅紙慶祝 狂賀刮出1200萬頭獎 柴犬爺趕在過年前來報到 消息一出柴犬行擠滿人 大家都想沾沾好運 想說他們這邊運氣好過來 想要沾一下他們的喜氣就對了 他就是說 沾沾喜氣 6號下午 一名年約35歲的男子 到高雄人舞區這間彩券行 先是挑選幾張面額500 2000元的商品 接連中了幾張小獎後 再花1000元 請店內員工幫忙挑選 1200萬大吉利刮刮樂 沒想到卻意外 刮中頭獎 他就是也很開心 然後又很驚訝 他就說我有沒有看錯 他就是一直在確認 還碰我們工作人員都是屬租 對 公讀生剛好是昨天第一天 就是來實習 來好像兩個小時左右吧 就遇到了這個先生這樣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我不自己買 業者說因為過年期間需要多一點人力 因此請來工讀生幫忙 結果對方才剛來學習就發揮超強運氣 而根據台財公告 這款呱呱熱是今年推出的新款式 全台只有五張投獎 首張就落獎在高雄 他現場有拿一疊千鈔 應該最少有十萬 中獎男子似乎不是店內常客 農曆新年前戲被柴神爺眷顧 刮出千萬投獎 相比這個年肯定喜氣連連 借完啦許軒讓我們高雄報導